国内物价不断传出涨价的消息 现在连国营事业台湾烟酒公司也快撑不住 将在春节农历年后检讨产品的价格 像是上市近20年的金牌台湾啤酒从来没有涨过价 不过今年旅贯成本就涨了4成左右 因此未来将会检讨是否有必要调涨售价 至于米酒系列等民生用品影响层面广泛 台湾烟酒公司则强调 暂时还不会把米酒列入检讨名单 一进门就先拿了好几罐烟里米酒 入冬气温骤降 煮烫里米酒需求量增加 再加上岁末年终聚会多临时也卖得很好 不过现在有消息传出 台湾烟酒公司在农历春节过后 将综合评估检讨产品定价 这涨价都涨得好离谱的啦 现在物价都波动很厉害啊 什么都涨不是只有空卖局 荷包一直缩小了啦 薪水一直都没有涨 目前红标烟里米酒每瓶售价27元 台湾啤酒每罐28元 金牌台湾啤酒则是30元 预期年后会检讨价格 不过米酒为名声用品 台酒强调不会列入检讨名单 但金牌台啤从2003年上市以来 过了近20年都未调涨 相较进口啤酒涨了10%到15% 就近之后会不会涨价也正在评估中 旅贯的成本上涨了40% 所以造成我们很蛮大的压力 在一些微服的层面上 我们还是会事先吸收 不过如果说它的调涨幅太高 然后我们整个营运成本 没办法吸收的话 才会做些微的调涨 台酒也强调年后检讨定价 不代表旗下所有产品一定都会涨价 而根据台酒板桥直营店的销售统计 其他产品当中饼干卖最好 第二名则是泡面类商品 另外还有调味料乌醋等 都是销售排行的前几名 不过这些也都会被列入 售价检讨名单中 尽管国英事业台酒旗下的产品 已经多次自行吸收涨幅动涨 但这回能不能撑过成本增加的考验 就看春节过后的评估状况 记者先周一杰新北市报道